感恩导师,感恩天地,感恩主持人的邀约 各位线上的超马家人以及新朋友,早安,我是来自台北的文静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共振分享 其实自己刚刚在听着主持人以及学姐的导读 内心有很多的共振 那刚好就是也对应到昨天晚上我们刚好有一个星空夜宇跟导师 还有很多学员在线上做一个能量的共振与交流 自己真的是非常的相应 怎么说呢?文静从2019年的年初正式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 一直到现在大概两年多快三年的时间 我是觉得怎么这个系统越学真的是越神奇 然后真的我们的逻辑观 从原本在地球表面升级到宇宙观 从一个全新不同的视野来看待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灵命 怎么说呢? 像如同人的大哥所提到的 文静就是在最近生了宝宝 所以最近的就是都是在家带孩子 那在家带孩子的这段过程中 我体悟到就是过去自己很多没有发现的一些 自己没有去修正跟调整的地方 以及去体会所谓什么叫做品味人生的艺术 那这几天刚好在抽牌卡的时候 以及看书的时候看到一句话 导师说就是要先懂得品味人生的艺术 才会开始去接收到天地的真理 那其实以前文静也曾经去看过这句话 可是我当时不以为意 因为其实是看不懂 那现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 才开始慢慢去体会这个过程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有了宝宝之后 可能家中有新生儿的爸爸妈妈 就是大家有经验 就是其实作息各方面都会变得不一样 就是要配合小孩 那小孩每一个小孩 他都有不同的脾气跟个性 那包括我们自己自身的心当中 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孩子他都感受得高 他的行为模式跟反应都会回馈出来 那以前就是自己都是一个比较固质的人 然后也不太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 常常就是照着自己的方式做 那我就发现说 自己这个习气竟然没有改完全 在这次就是生完宝宝之后 顾小孩的这段期间 这个习气就是又很明显的出来 在提醒着文静要把这个改掉这样子 怎么说呢 就是昨天晚上有星空夜雨 那很多恰好很多学员在跟导师请议着小孩的问题 那导师啊就是提点的重点啊 他都不外乎是身为父母 我们的心还有我们做怎么样的调整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的能量场提升跟逻辑观提升 孩子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好 那这句话就是真的也是在在提醒的文静 那俗话说真的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就是文静会就在想说 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的年人 他比较容易就是哭闹或是需要抱抱 他是一个需求度很高的小孩 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 因为其实来到超马学系之后 我们可能会比较从科学的角度去印证 但是这个科学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谓的医学中的科学 而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宇宙观的角度来去探讨 去帮助自己解决生命中的一些课题 所以我就在心法中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就是很深层的呢 跟自己的灵魂啊做一个沟通 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啊 我看到了一些过去的画面哦 你真的也孩子真的是跟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姻缘哦 我就在画面中能看到过去的自己啊 因为我们曾经也是母子关系哦 他也曾经来当过我的孩子 那当时呢文静其实也还是非常的不懂事 而且很执着 那怎么说呢 怎么的执着法呢 当时啊我就看到一个画面 我的孩子呢大概已经是十岁左右了 其实年纪还很小 那当时呢自己呢就因为某些的缘由 第一个就是自己内心想要追求求到 就是求提升 一方面呢是希望当时自己的父亲能够一个延寿哦 那我就想着那我就要出家 所以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做了这个决定 那就呢这样子抛下了孩子跟丈夫就说我要出家去了 我就去庙里面修行就这样子离开了孩子哦 那当时呢我就看到画面 虽然孩子可以理解我这个身为母亲的这个这份心啊 因为他已经有一点已经长大了一些 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了 虽然他可以理解 可是他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遗憾 因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啊 他就缺少了母亲的这份爱哦 所以他心里啊必定有一些不圆满 我自己其实也有不圆满 其实他就在我的灵魂记忆体啊 还有我的生命当中造成了这个 就是一个坑洞吧 在那边他就没有办法去把它修补起来 他就是一个伤害这样子 就这样子放着 没有想到这样子的姻缘呢 就延续到了今生哦 所以啊我就回头过来想说 为什么我在今生这个阶段呢 就是竟然是在这个年纪呢 角色呢居然是要放在家庭里面 原来是因为我在过去的 生生世世当中啊 不只内世 有这样的一个姻缘 在过去是呢 我在家庭方面可能跟小孩啊 这个姻缘都不是处理的那么好 这个课题的学分呢 我一直都没有修满哦 所以呢在今生呢 我就必须要来好好的面对 好好的经营 不要再留遗憾哦 那真的很感恩 就是导师创办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其实啊我回头来想 如果过往啊 就是没有跟导师有这个结 这个善缘的话 其实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说 这样子一个在一般人 眼里看来很像很简单的一个课题啊 既然它会是我们灵命提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学分 有修圆满呢 我们才能向上提升 而且啊这样子才是能够达到真正全方位的幸福 很多像文静的可能长辈也好 或是说身边的朋友也好 他们可能认为说 修行啊跟生活的幸福感 它可能是没有完全画上的等号 可是文静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之后 我发现这两个必须要画上等号哦 他们才会是 我们的灵命才会是一款往上提升 才会跟宇宙天地是在同一个界面上共振 因为真的 不过我们的学分啊 生活中的这些种种啊 点点滴滴啊 没有把它去圆满好 不管啊 就是我们轮回几世啊 都一定要重新来去 把这个课题做圆满 这个是文静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中 作者心法以及聆听者导师的课程 在逻辑的重整当中 所去体悟到一个真实不虚的事情 那这也是 这是因因果果的循环 以及这个正负能量的平衡之间啊 就是它都是融合贯通融合在一起的 那真的是很神奇 那这也是过往啊 自己在所接触的宗教系统 虽然说没有去很深入的去研究每一个宗教 可是就平时所接受到的宗教的观念中 所没有去阐述到的 那我就感受到真的这个超码是一个跳脱人世间所有思维的一个系统 那同时啊 文静在这个短短的两年多不到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啊 也体悟到导师每一堂课程的重要性 那每一堂课程啊 他所定的主题 我发现真的都很对应到我们的人生 而且也有意义哦 不只是对我们自身 有帮助 那包括说我们身边的家人 他也冥冥之中的去受益 再来就是如同仁德大哥所说的 我们要赔福造福嘛 那其实像现在是一个五卓二世的时代 我们要去为自己去基辅啊造福 其实有很大的难度 可是导师因为创办了超码系统 有办了这些课程活动 变成是我们一个去造福的一个平台 那我真的很感恩 因为其实我们人生中 本来就因着过往的自己的一些造作 因为无知无明 可能已经买了很多未爆弹而不知 可是我们现在却能够因为 有着步骤一二三的练习 以及导师所举办的每一场活动呢 能够来帮我们移除这个生命中的未爆弹 而且不只移除未爆弹啊 就是移除了之后 竟然还可以捡到宝藏耶 然后还可以一步一步登天啊 这我真的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自己是合其的幸运还有幸福哦 那所以真的其实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很真心的来做实验 我发现在超马系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门槛 只要就是有一颗真心跟诚心啊 这样子一步一脚硬的跟着学习都会能有所收获和交代 而且啊回头来看就会发现说 真的我们所收获的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也超过我们的目前视野所能及的 那这一份神奇这一份奇妙啊 真的是要自己去亲身体验跟品味 品味呢才能就是知道其中的滋味哦 好那以上是文静今天的分享哦 感恩 那个文静你先不要离开 是 有学员你在分享的时候有学员在聊天室留言 是 那我是帮这位学员提问的 因为他有留言 你是如何看他见识的 好那就是就是文静要回答是吗 是是是 好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用心的再把疗愈权利这本书拿出来做一个复习呢 那其实当我们把心静下来啊 在做心法的时候 甚至很简单的在做深呼吸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就会听见灵魂的回音 那其实 导师曾经在网络共修都有说过 很多的逻辑观 那像文静是一个不会去执着说 我一定要去看到过去或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那也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只是说我们当人生生命故事的地图中 遇到某些状况的时候啊 我们随着练习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方法的同时啊 心静下来的那一刻 我们的灵感就会生智慧 那那个智慧就是天地给的智慧 你自然而然就会去了解到说 可能是什么样的缘由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深层的忏悔 然后我们来做发愿的动作 去把这个振服能量做一个平衡 那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感受啦 那其实像文静也从来没有去去强求这一块 只是说很真心诚意的跟自己的灵魂做一个对话 因为我想要真诚的来面对自己 那想要真心的来解决问题 那希望我自己跟我的家人都能够朝幸福迈进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子的灵感 对 这个是我自己的体悟 好 谢谢 谢谢